大个礼拜三民进党扩大中职会上除了提出检讨报告 还将由中常委员们互推选出代理党主席 而蔡英文熟一的人选高雄市长陈菊多次表明无意接任后 代理过两次主席呼声最高的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似乎也不愿意提前表态 蔡英文将在二月底卸下主席职务 民进党下周三扩大中职会上将由中常委们互推选出代理党主席 多次被蔡英文奉为党未来发展重要角色的高雄市长陈菊 已经在15号启程访美 23号才会回台 刻意跳过中职会 似乎再次宣告无意代理党回 代理党主席的部分啊 现在听说你呼声很 不要不要 低调快散蔡英文参与2012和新北市长选举期间 都是指定柯建民来代理主席一职 但这一次蔡英文去职 是否影响柯建民的出马意愿 成了不确定的因素关键 尤其5月的党主席选举 是这一次代理主席的重要任务 以目前的态势来看 势必得在谢苏两派人马之间来周旋 被视为是蔡系人马的柯建民 动向究竟如何 下周三见分晓 二雅卫视周经委汪志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